接著下一套的名字叫《春夏事件寶》 我開始以為看到一些音樂的東西說 究竟這套是甚麼來的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剛才也說過 我們是不會在看一套動畫之前 我們是看它的介紹 完全不會看 除了我去強調 我一進來就說 難道有一部上低音? 我當時看到它的擺明旗號叫做《日常推理》 什麼叫《日常推理》就是《冰果》那種 明白了嗎? 我一看的時候 因為什麼都沒有看 我說 哇 音樂 然後說些甚麼呢? 然後一開頭給我看的時候 老師 又是你? 錯! 音樂室 然後有血酸 殺人餘告 然後說 這麼快 我開始就這麼快死了 這些就是吸引人眼球 OK啊 它做得成功 這件事 重點是甚麼? 重點是一開始就看到 整班人很冷靜 有人用一些不知甚麼 顏料的東西寫了一些 挺有趣的 嗯 事件啊 話生 你明明對一班 經常看到兇殺惡的人 這些是有小事 所以就是你知道背景和不知道背景的分別 對於知道背景 你知道推理小說的人來說 當然是這麼入戲 快點入戲 他們是不是已經二元級了? 不要記得那個設定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一年級 一年級 這麼冷靜 故事裡面就是講千下 希望就是甚麼呢? 上老觀就改變他自己的過往 就不只是 人生裏面不是只有排球 潑辣 他要封閉他的黑歷史 這個淑女 對 對 你猜中二病嗎? 不是啊 九尾子也是 王前九尾子也是 王前九尾子也是 只有一個 對 然後就想學這個音樂 希望加入這個吹奏部 他看了不知道甚麼 長者 對 覺得吹長者就是 好笑 好帥 很溫文二淑 很有氣質 這些擺明是甚麼呢? 這些擺明是甚麼呢? 這些擺明是樂答 在高中的時候 就考慮他的青梅竹馬 一位經常被他欺負的男生 阿春泰 故事裡面就是 剛才一開始就說 一說完這兩個顏色之後 就突然之間就上演了一幕 血琴譜 又不需要說是顏料琴譜 是顏料琴譜 而最重要的是 個個都很冷靜 冷靜到有一個阿Sir來了說 上課的老婆你們 記得拆了他 然後就說 然後就說 不行 不刷刀 事件來的 當然要解決了事件才可以 然後阿Sir說 那你很放學前 搞得亂的事件 這些就是他入氣 廣州說 喂 我留下了殺人所識 你沒人理會 草碧老師給我 真的說 是剛才鏡花說的一模一樣 上課的阿Sir 是不是換了個髮型 果棚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過去成為 都是曾經是榮指揮家 完全是以為同一個學識 我也覺得是 很有滿滿的記事感 上下後未做第二季 他要賺錢也要過來給你 別這樣說 明白嗎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 剛剛也說過 他是日常推理 然後 究竟這件事件的推理是什麼 他這件事件的推理 當然 大體上 不知為何 是很多這些所謂日常推理 那些 佔了其中一半 都會用一些所謂 平假名 平假名 的編排位置 做第一件事件 有問題的 日本人的手機電話 的入字法 是九宮格的 不是這些鍵盤 我想說 那個世界的年代不同 iPhone的年代 現在是 Smartphone 我在日本特意看 那些妹妹正的電話 當然是九宮格的 不要說 等一下 我們和你一起去 不要報我們的嗜好嗎 你什麼時候接觸了 會不會出來 我完全想起 真的推理的事件 我是套尾 要抓紅大出去 報警 好了 我們繼續回到這個話題 那件事件 最恐怖的地方 是什麼 最終發現了 原來那個 所謂的顏料的琴譜 原來是一個 愛的宣言 很lomantic 但是 我最詭異 解釋了之後 有人 原來有人喜歡 曹碧老師 而喜歡這個人 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不是有推理過 不是一年級生 那時候 我已經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們的男主角 春泰 可以這麼正確 確定整個推理的東西 明明說的證據是很少的 我做出套租 也是他偷看劇本的 誰不知道 原來真的 他的劇本是他寫的 抱你贏你一下 你有沒有見過 一套推理的作品 原來他不是在推理 他只是在自爆 好 原來是一個BL的故事 收到 他是看到女主角 鍵盤打電話的時候 才出聲 我想如果旁邊沒有人敢打 你沒有 牽絲跟你說 我想說話 這個牽絲是什麼 不需要簽下這個角色 他也可以做到 我想到了 他自演 已經解開了 不是 但他其實不是說到春泰和他 是青梅竹馬來的嗎 應該一樣年紀 還是大一點 一樣年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點奇怪了 他剛剛入學的時候 就喜歡這個老師 這麼快 什麼 春泰因為他很喜歡管延樂 他以前已經知道這個老師 很久了 上低音號 人家入學之前已經知道 這個老師 冒名而來 你明白嗎 原來簽下就是九尾子 就是禮來 整件事真是錯 接著就說 一對青梅竹馬 去爭奪老師的愛情故事 好像不是這樣 肯定的 你看三集那麼久 你有沒有吹過東西 應該這樣說 故事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他們要去這個 其實都是 一部冠動畫的套路 就是人手不足 不是 你看上低音號 他們每一集 不斷吹 不斷吹 我們去推你 去別人的報告玩 不是 因為上低音號 人手已經足夠了 但是這裡很明顯 是連一個管理學團 法定人數都不夠 是參加不到比賽的 參加不到普門館這個賽事 所以其實 去到這裡就是什麼呢 頭那幾集 就是什麼呢 春泰怎樣用他的手段 不擇手段 去令到一些人才 威逼他們 加入這個吹奏王 是的 但是故事 為什麼要推理你呢 因為他們suppose 每一個角色 為什麼會加入演奏部 或者推理了一些 解決了一些迷底 一些他心底裡面的心結 所以就會入部 所以就會入部 但是你發覺 原來每一個都是自演的 最後的白猿 不是自演那麼簡單 是什麼呢 是 硬說 我解決了一件事 你就要入部了 根本是黑社會 當然我也明白 你看到其實 春泰 這套東西裡面 唯一要留意的 就是春泰這個角色 不是 這個人是很恐怖的 他的理論 就跟黑社會 拿一盆吉在你那裡 給一盆吉給你了 你還不給錢 還不給錢 還不給錢 其實他都有一個意思 但是其實他沒有 叫你解決這件事件 沒有 我說 現在 好像三保護費 現在這區 是由我看的 如果我看得到 你不想受到這些騷擾的話 就加保護費 或者加保護費 你看到第二集 已經毀壞了別人的遺物 一定是 嘩 你不是說 我弄壞他 這傢伙大膽的程度 你就知道 他為了 能夠就是什麼呢 可以令到 草碧老師 可以在普門館上面 去指揮 他是無所不用其的 這傢伙是病嬌來的 果然是例內 這套東西 解決事件的人 本身就是一個兇手 又被你說得通 其實他第一集就告訴他 他是一個兇手 原來是這樣的意味 在裡面 這套才是整套動畫的案件 怎樣可以威逼利友 其他人加入 還要是甘心情願 真是一個很新的推理作品 一個兇手是他 偵探又是他 都很好看 而他第一集裡面 他講過的 他要參加普門館 最少都要20人 22還是20人 現在的走向 他平均每集要威脅2至3個人 左右 不是的話 是無法解決事情 他一季還是兩季 兩個人多時間 可以玩 一個位 那個畫面 在白人站 不是 那個畫面 其實他有一些賭罪 第一集裡面 他講過 他已經在參加普門館 然後就是什麼呢 所有的 叫做什麼 所有的核心 都突然去了 千霞那裡 就好像千霞成為這個創留心 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就是什麼呢 一個女人 怎樣打敗自己的青梅竹霸 阻止B.R.O.化身 可歌可憂的 管賢樂的青春愛情故事 MTR的故事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其實有些主持 不看故事簡介 看得好些 你看看我這些 看日常推理之後 多麼充開整件事 喂 日常推理 沒有了 你就是少了什麼 少了一個想像 少了一個樂趣 沒有樂趣 你看我不看這個簡介之後 連上了多少東西的出來 我以為這個交響 聽管賢樂 又聽歌 咦 沒事的 又是推理又是兇手 兇手又是你 角色又是你 偵探又是你 唐觀者又是你 你全都做了 你怎麼跟我鬥 所以儘管看看這套 超乎常理的 日常推理系作品 怎樣走下去 兇手做主角的 日常推理系作品 第三個女生已經裝夠了 哇 好奇了 你講到我很想看 這是什麼 好奇的 這些不是正在 真的能夠推到你想看的 那我們就介紹得成功 我想看有多荒謬 都是一種 我們講過 荒謬我們都講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 是這樣的 就是什麼 這些就是反差 落差效應 但那套要把最後 因為體育會眼睡 好 我們去下一套 好奇妙 好奇妙